这一件事情从大学开始筹谋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 我哭了 很多朋友可能还不知道 我是如何从一名普通的留学生 进入国内顶尖的网红经纪公司 which is MCN 那么我靠的 难道是我惊人的美貌吗 我靠的就是那张简历 其实今天这条视频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写简历小小的心得 and tips 我特地去找在国内顶尖网红经纪公司 AKA MCN的HR聊了聊 到底什么样的简历 他们绝对不会say no呢 不会say no不等于百分之百租曲哦 本期视频包括 第一就是绝对不要用Word的格式 发你的简历 因为Word的简历 当你拿在手上 哇好完美 好perfect一张简历 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到了人家的手上 他的格式会变成什么样 这个就好比你拿拍立得 拍了一张自拍 但是在他还没有洗出来的时候 你就拿给你的男神 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拿到手上之后 看到的你 什么样的你 多危险 你自己想想看 发pdf 是为了确保 这个简历 在你手上 它是什么样子的 到了人家手上 它还是那个样子 也不要用那种 太过于夸张 格式特别绚丽的 太过于朴素 体检表那种表格 不要太极端 每个人的审美也不一样 人家最重要的 看法还是你的内容 能够把让你的东西 就是流畅的 我的建议是在你写好简历之后 第一时间就要把它导出为pdf格式 在发送之前也检查好你的格式 到底有没有错乱 ok 第二点 简历上千万不要用自拍的照片 因为不是相亲 是能够体现出你是一个严谨认真的人 第三 就是不要过度表达自己的情感 工作精力一定要挑重点写 要重点挑跟你那个工作职位匹配的精力去写 就好比如说当时我投国内顶尖的网红经纪公司 AKAMCN之一的时候 我当时就把我在自媒体工作室的那段经历重点 highlight了 如果觉得你这个东西你一句话说不完 必须得用两三四句话 你可以把你的一些重点词汇 比如说人家想要招运营 你可以把你运营经历给它highlight出来 这样人家一眼扫下来就能知道你重点想表达哪些信息 还有一点就是形容自己为有趣的灵魂 比起有趣的灵魂 HR们真的更加的偏爱踏实 认真 严谨的灵魂 我们不如真做一个进步的灵魂 踏实的灵魂 努力工作的灵魂 好不好 会有的时候当人家夸我崔江敏真的是一个有趣的灵魂的时候 我其实内心之后都觉得它是在否认我的皮呢 因为大家知道我的梦想其实就是当一个花瓶 所以大家以后如果一定要夸我 我希望大家能夸我是一个有趣的花瓶 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很苦恼 是问我是怎么进入国内的顶尖网红经纪公司AKAMCN的 我就是投简历投进去的呀 很多人就说我好想去哪里 好想去哪里 你就去试一试对不对 你投简历这件事情要不要花钱 我当时投简历的时候 人家根本就没有说他要招人 根本就没有现在我们要招人了 请大家投简历 没有的 我当时就是咔 简直人家的公众号有一个联系我们 日常你可以平时多注意一下 就是你喜欢的这些博主啊 他们的一些公众号 有的时候他们会悄悄的放出一些招人的信息 其实也不一定要人家招人的时候 说不定你有的时候你去试一试误打误撞 究竟了呢对不对 相信一下自己的运气 这个事情很难说的 你不尝试不踏出第一步 你永远都不知道你能不能得到它 对不对 就是你先去试一下 反正投简历你也不要花钱 但是也就是像刚刚说的 你不要过多的去阐述自己啊 多么多么 这个东西它不会增加 你就是得到这个工作的可能性 只要你的工作能力能够增加 你得到这份工作的可能性 你可以进去这份再表达 其实我一直都很喜欢 很多东西你不要着急 认真绝对是不会出错的 OK 简历这些东西毕竟是能够让你得到面试机会的一张通行证 多像一些前辈 就是要一下他们的简历跟他们多对比对比 然后检查一下自己的简历有哪些不足 尽量的不要在简历这一关就卡住了 要卡也是卡在人家见了你之后 觉得你确实不行 再把你淘汰对不对 我们好歹先把第一关给过了 我的简历上没有足够多的内容怎么办 这一件事情从大学开始筹谋 大学期间最好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有充足的精力和时间 你可以去找一些实习工作 这件事情是 就是在我离开大学之后 我没有办法去进行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现在让我去一个地方实习 我是做不到 它的时间成本 但是在大学的时候 你如果能进到一些 比如说像TED 像VICE 京东阿里巴巴这些地方做实习的话 这些在你将来要找正式工作的时候 将会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些加分项 如果你现在正处于大学期间 累积一些这样的经验 绝对是利大于弊的 就算你做一些实习工作 你依然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去吃喝玩乐 完全是不耽误你的正常进程的 避免在将来你的简历上空空荡荡的这种现象出现 好好的利用大学这几年的时间 累积经验 然后不要觉得说实习没有什么钱赚 同时你也可以累积人脉 只要是我感兴趣的 我觉得这个事情有利于我之后 我对自己的规划 我就会去尝试 我不管它成功还是失败 不要让自己后悔 这是我现在做事的准则之一 如果你有什么想要补充的 欢迎你留言给我 如果你喜欢这条新闻的话 请你帮我点赞评论传发 谢谢 然后祝大家 都能够 在将来或者现在找到心仪的工作 如果实在找不到 也不要灰心 多去尝试 多为自己的将来谋划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